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今天這個課要和大家介紹我們台灣的海洋 我們台灣四批都是海 在全世界來說是一個多數的國家 每一個多數的國家四批都是海 海洋對它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要和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台灣必須要了解海洋對我們的意義 還有海洋和我們的關係 所以這個課想要和大家來介紹 一些關於海洋的地績和我們的看法 我們台灣四批都是海 所以台灣未來的發展 沒辦法拖進去海 海洋對我們來說 有四個概念 我們必須要了解 我們未來處理台灣的問題 會去處理海的問題 有四項 那四個概念 就關閉到我們未來 要怎麼利用這個海洋做我們的一個主本 來發展我們的國家 我們台灣很小 台灣對我們傳統的一些主原的概念 我們都很缺乏 所以在古早時代 我們有一些礦產 但是這些東西都已經學了很多 用現代技術來探討 我們還有發現新的主原 但是這些主原 對我們來說 在藏在土甲田 這些主原就是量 就是優含 因為當初藏在土甲田 有多少 現在就有多少 你學出來 學一公斤就減公斤 學一項你就減一項 海洋和這種傳統的主原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 所以直接要介紹 我們對海洋的概念 有四個未來 我們會接受到的 第一個就是 我們和世界在交接的時候 以大陸型的國家來說 它土地和土地商店 都一邊是我們的國家 都一邊是白蘭的國家 很好決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 土地商店的國家 他們很簡單 古早時代就訂了 唯一起來 這邊就是我們國 那邊就是你們的國 這兩個國家 到底要怎麼分析 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們四邊都是海 我們土地沒有讓人商店 要分解說 哪一邊是我們的 哪一邊是白蘭的 海減全地區的民積百分之七十 海那麼大 土地那麼少 你可能說 喔 海看得到都是我的 不行 到底要怎麼來分析 海狂的範圍有多大 這對現代的領土的觀念 是一個很新的科學 要去解割的問題 這不是說 利潤有辦法解割 因為 利潤必須要配合 我們海有現狀的情形 高度來決定 簡單說一句 我們在陸地面上 那個概算是不會變化的 但是海 因為海有漲潮和退潮 海平面的變化 有些人說 啊 跟這條 這個多數 這邊是我的 那邊是你的 但海陰起來了 那個多數就沒看的 啊 到底 哪一邊都有概算 啊 海底 土地是少量的 含陸上是一樣的 但是看不到 啊 到底要怎麼 來分析我們海的領域 我們到底 環圍到哪裡 啊 這是一問科學 這要有很多的研究 啊 來解割這個海款的問題 啊 所以我們必須 為了要把我們的海款割定 我們必須要 全面的人 來研究 海有法律的問題 啊 如果要和外國 來談判 我們海有的概算 跟哪裡 什麼是海底的概算 啊 這是未來 是我們 發展我們海有的參加 海有數集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和世界 沒有一樣的觀念 我們和世界 要談判海狂的觀念 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 道理出來 啊 所以這就要 要主要專家去研究 啊 要有專門的人 跟外國和世界 跟我們談判 跟會說一樣的話 才不會和我們學會 啊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對於海有 台灣四邊都是海 到底我們的範圍到哪裡 這種的問題 是我們未來 要處理的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第二的就是 生態保育的問題 我們四邊都是海 海裡面有很多生物 啊 其實也包括海啦 我們獨家 家樓也有很多生物 在這裡生活 啊 有一種觀念 我們就說啊 生態保育 生態保育的問題 是不是為了要觀光 啊 觀光是怎樣 因為生態保育 你們家有很漂亮的家 啊 有很漂亮的魚 有很漂亮的蝴蝶 啊 所以有人會來這裡觀光 來這裡參觀 我們就能賺到觀光的錢 其實這是比較欠的一種的循環 當然在世界 為了觀光 生態保育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在幾個國家 都發展了不錯 因為生態保育的成功 讓他們觀光業 住人環境的觀光業 很發展的 譬如說澳洲 澳洲 它的土地比我們大很多 但是他們的人 和我們差不多變成人 澳洲的臨口差不多 兩千幾萬人 我們也兩千幾萬人 但是他每一個人 貪的錢是我們的三倍 我們的GDP 在2003年 是差不多兩萬出頭戶 美金 人澳洲已經六萬幾個美金 所以我們怎麼三倍 啊 為什麼平平一個人 人都好賺三倍錢 啊 他是發展什麼重工業 發展什麼高科技來賺錢嗎 你要去看澳洲 他們的三業的結構 澳洲的三業 其實 他沒有很多高科技去賺錢 他們跟分析起來 他們百分之七十所賺的錢 是從未來來 他們說那個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 啊 簡單說 就是帶你去出頭啦 你去澳洲 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大寶礁 那用大寶礁來做雷 大家就能了解說 那種三業是怎麼賺錢 你今天要去大寶礁去飼石斑 啊 連唱水 飼大隻魚 是一種賣點 那些大隻魚 你 將來不看過 客人看過 你有在水族港來看大隻魚 我記得吃飯 但是你有看到在海底 你還要去吃飯 你還要去吃飯 你還要吃飯 你還要吃飯 這是在澳洲大寶礁 帶你去飼水 一個很大的賣點 你現在要去澳洲大寶礁 要去切頭 你要花多少錢 簡單說 你第一次坐牙鳯 就去澳洲 然後呢 你剛用當天來賣 沒辦法 所以你要住在東地 住在澳洲 然後你要去大寶礁 你受水受不了 你要坐盡 坐盡坐到那裡 你要沖水 你沒辦法自己下去沖 你沒人家帶你去看 你不知道 要去哪裡找那些大石斑 所以你就要做盡 你就要做中逼 就要請教練 你這樣一段落 去澳洲 你想大寶礁 生生的就要回去嗎 運動不會那麼年 啊 感覺說這樣沒菜 你就四個去出頭 這就是澳洲 他為什麼 有辦法賺錢 比我們多錢 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台灣的想法 他這麼大小的酒盤 和你學生 你把它吃完 和你那裡沖一下 好 你回去 把你的記憶 用上品的方式 帶回來 你們家 那些大石斑 也就是在那裡 我們台灣 對酒斑的概念是什麼 喔 酒斑 三吃 十二吃 酒斑 那酒斑 就要清蒸 那些酒斑 和你處理的 都在桌上 那些酒斑 讓你處理掉 就沒有了 就要抓第二吃 我想你們大家想看看 我們的三個 做法 都吃掉 用掉 這種三個 就是沒有辦法 永續經營 澳洲那些酒斑 那麼大吃 在那裡 和那麼多人欠償 不然一個人 花錢 比你去吃一道 酒斑大餐 花錢 過得多多少 人要花 十萬塊 你吃一道 酒斑大餐 三千塊 十萬塊 和三千塊 人家酒斑 又很好 但你那些 三千塊吃完 就要吃這酒斑 來給你吃 所以這不一樣的 所在在那裡 這是生態保育 最大的觀念 就是說 我們生態保育 我們就要把一些 漂亮的風景 漂亮的生物 保留起來 我們會帶人來看 我們台灣 會帶到這幾個地方 兩個 一個在力道 本來我們群庁也是這種地方 我們群庁現在 已經 不像英雄有辦法 吸引那麼多 藏水的觀光起來 因為我們在那裡 有一個河山場 那些山土的 生態儘管完全都改變了 現在為了 有辦法 變成世界的人 來台灣 因為沖水 要來台灣這地方 才會去藍水 含著島 但那些交通 非常不方便 但是 那不是 為了這樣而已 生態保育 其實在世界觀念裡面 有更像一層概念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人 對環境的改變 很遲鈍 人家有一間工場 在那裡放鬆 你放鬆很久 你才會看人家 唉唷 很像有一間工場 在那裡 我生活開始改變 一定會鬆不住 或是說 你眼睛燃不住 你才會覺得環境的改變 但是 看來改變 已經很嚴重了 在生物界裡面 很多生物 以免那麼嚴重的改變 它就感覺出來環境的改變 生態保育裡面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我們現在環境裡面 有多少種的生物 還有多少隻 精力有多少種 素量有多少 這個精力的素理和它的素量 這兩個基標 開始變化 譬如說 某種生物 開始減少它 或某種生物 開始找不到 我們人又有一點好好的 那什麼代表什麼 有某種生物 對環境的改變 它很敏感 它已經先死 給你看 但是你感到沒有感到 現在科學家覺得 啊 人生會遲鈍 所以我們來觀察 我們生活環境裡面的生物 有什麼生物 不好去 不好去代表說 環境有改變 環境有改變 人還不覺得 就之前 要來處理 還好好處理 但讓你已經覺得 啊 怎麼會吵架了 啊 我們有當地高雄的鄉親 大家就知道 有一個前進河 前進河是炒到 已經炒到 多少年之後 用多少時間 多少資金 變到現在不會炒 啊 你變得炒到這樣 很簡單 但你變得不會炒 很困難 啊 所以 在生態保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你環境還不改變得很嚴重 在那裡有生物 已經感覺說 它撞不住 先死給你看看 你會發現說 我們的環境有改變 有改變 有改變為什麼 快要找出原因啊 原因找出來 快要把這個原因改變 美片 拍片說 讓它改變了 我們人撞不住 再處理 那時候就不會有了 所以生態保有的概念 這兩個有兩個贊助 輸庫的贊助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利用生態保有 把這些漂亮的生物保留起來 我們會來這裡參觀 第二個就是 為了我們 今天今天順順 因為我們不直接生存 要直接換下去 要換下去 像公圈的世界 公圈的國家 不是一個工業區的國家 我們就要注意生態保有 要把這些生物保留起來 不然為了要看漂亮而已 也是為了 要注意我們的環境 是不是會有改變去 所以這個生態保有的 全世界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尤其是我們台灣 海洋的國家 四平都是海 我們生物的情侶和素量 非常非常多 我們要來注意這些問題 來做一個我們台灣的環境的 一個 啊 政策戰 第三點就是 第三點的概念 對海洋的概念就是 我們要有影響 發展的概念 影響發展的概念 就是因為 我們剛才說的 那些酒瓣的概念 那些酒瓣 你如果用欣賞的 啊 吃 還沒吃飯 你回去 對 我們來說 這條錢已經彈起來了 那些酒瓣還在那裡 你如果變成酒瓣的大餐 你不關系 就要吃酒瓣來吃 影響發展的概念 那些酒瓣 一些酒瓣 如果我們利用 他們還沒去的 譬如說酒瓣 酒瓣在土地 有多少 就固定多少 啊 你把它挑起來 挑一粒 就減一粒 像那種酒瓣 我們要利用的時候 我們就要很小心 我們不是說 喔 吃酒瓣粒粒的 我們都換現金 台灣人隨時變好的人 我請問大家 阿拉伯 他是酒瓣的國家 他很好 但是你怎麼會覺得 阿拉伯是世界一粒的國家 不會嘛 是怎樣 還有錢而已嘛 像我們現在 笑那個 那個 菜拿國 菜拿國 現在聽說 有錢 出國買 買露雷 那些酒瓣 跟台灣人一樣 都把它包起來 這麼有錢的國家 你怎麼會覺得 他們是一粒的國家 所以一粒的國家 不是王子 來看 王子 來比較的 所以 我們對酒瓣的 使用的概念 我們如果冠軍說 喔 酒瓣有了 我們後來要好一點 很簡單 那偶爾的 酒瓣粒粒的 隨換現金 我們隨好一點 但是 你才會 因為你 雖然有現金 變好一點的人 人才會尊重你 才會變成一粒的國家 不會耶 所以我們思考 我們未來 對我們海融的發展 也是一樣的概念 我們怎麼有 要把台灣 建設做 讓我們的家孫 洗洗代代 都可以外在這裡 可以外人的公圈 可以外人 我們感覺 好的環境裡面 我們必須要有這個概念 尤其是我們海融 我們不要把海融 我們不要把海融 覺得說 喔 發地海那麼大 用也用不了 那海融 那是一個 無限的分數中 反正它等三個 海融沖的 沒有看到 那 垃圾水倒下去 西四季都沒有看到 如果這種概念 我們肯定會說到 我們現在全世界本來 就有這種 沒有健康的思想 現在我們開始會 去讓這個環境 反復回來 所以 影響發展的概念 對我們未來 利用海融 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第四個概念 就是 我們在 大陸 大陸的 大陸型的國家 這種國家 對世界合作的概念 都比較沒有 覺得說 它最大 我說一個 故事給大家聽 我還沒去英國留學之前 我受到 中華民國的教友 覺得說 是怎麼 中華民國 中國 叫做中國 你們大家怎麼 叫做教友 是怎麼中國叫做中國 我們英國 外國 偏國 民進國 會比較好 是怎麼 他叫做中國 我們英國的教友 不是說 因為中國 就是世界的中 跟中國 大家是不是要學到的 我也是這樣學到的 所以我去英國留學的時候 有一天我老師請我去吃飯 請我去他們家吃飯 請我去他們家吃飯 請我去他們家吃飯的時候 他的餐廳 有一個世界的地圖 我看得到地圖 我跟老師說 你們這個地圖 學了不對 你說是怎麼 你怎麼把英國放在中 中國英國放在中 中國英國放在中 因為中國 所謂的 中國 它叫做中國的 Central World 怎麼把英國放在中 我老師會看 這個狗 你怎麼這樣問 他跟我翻問兩個 三個問題 他跟我說 你怎麼知道 全世界 我們沒有時區 對吧 那你什麼時區 什麼時區 那如果 向東北要加幾點鐘 向西 加幾點 減幾點鐘 你怎麼知道 林田在哪裡 隔壁威士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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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說 好 他還說第二 你怎麼知道 我們是怎麼說 Far East 遠東 中東 還有近東 那是向外標準 說遠東近東 我們這個名字怎麼來 我們說 我們是遠東掃辦賽 對吧 那是怎麼叫做遠東 我怎麼知道 就是距離英國最遠的那個東邊 叫做遠東 那中東是什麼 還靠過來 中間 以英國外標準 在靠近更中間的東邊 叫做中東 還有近東 在他們最遠近的東邊 大家這樣想 誰是世界中 英國嘛 所以我很害怕 我是去英國留學 我是世界中 那個國家去留學 所以誰是世界中 是英國呢 那中國 他怎麼叫做 他是中國 那個中國人 一種 很自大莫名其妙 你會記得中國人 有一個故事 叫夜郎嗎 說他男朋友 有一個夜郎國 都覺得他世界最大 他沒有想說 中國人就是這種思想 中國人 就是這種思想 中國人叫他最厲害 他最欠 他全世界的發明 都他發明 結果 人群群 打出去了 太空所已經背著了 他也放衝天炮 這就是中國人 我們今天去台灣 要改變 我們都想中國的思想 夠有 夠有 重獨太親 那時候 我們在那 在台灣 打 最近一次 打球比賽 輸日本 輸日本 台灣 中華台北輸日本 台灣 中華台北輸日本 中華台北輸日本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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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跟中國人這樣說 我說 人外國人贏就贏 輸就輸 輸還要衰敗猶榮 要猶榮什麼 輸得好什麼好公盈的 人外國人說輸好 後來拜託再來 要爭得贏 後來衰敗猶榮 你是要農什麼火 這就是中國人的思想 我們台灣政府未來 接種後 要把中國的思想 中國人把錯誤的思想 關聯和習慣 要全部把它掃到垃圾堆裡面 全部要 特地來認識 我們真的要和世界接接國的時候 要用世界一流國家的思想 來建設我們的國家 其中這點就很重要 和國際合作 對我們來說 比大陸的大陸型的國家更重要 因為我們都接派 接派 世界都要和全世界都認得對 所以國際的合作 有一個關聯 就是 現在 我們台灣政府 所騎的環境 必須要有跟人一樣 我常常聽到 一些動心 在秘書中來演講的群 還是說 我們吹個碎片 想說 啊 啊 今天我們是日俗美戰 就叫美國人就跟我們贊領就好啊 就叫美國人怎麼就好啊 就叫他怎麼就好啊 啊奇怪捏 你叫他怎麼 他就要怎麼 我常常跟大家 分享一個觀念 說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地位 你跟別人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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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作是小的 你也不知道你的身份地位 你憲法要求當要求師 你是說 你憑什麼要求這個呢 啊 所以 國際合作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要知道 我們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們自己的籌碼有多少 你跟別人談判 你跟別人談判 別人談判 別人談判 也有可能成功 啊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太陽未來發展四個重要的概念 啊 為了這四個概念 我們 啊 我跟分 下一個我們未來的鋼俗的 努力的方向 啊 所以第一 我們剛才說 嗨款 嗨款要確定 你不能跟別人搖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法律的金額 啊 對我們台灣政府來說 這是一個 很強的一項 因為我們台灣政府未來要建立 我們就是站在法律的面頂 不是用感情 不是用火 還是說 軍頭部大臺 要跟人家搖 我們是用法律 所以對我們來說 這未來 我們也是要用法律的這個概念 跟這個精神 來和國際談判 反應的問題 啊 那第二項 要露料 就是說 我們士兵都是海 啊 出去 海 海上的安全 海上的保安 啊 還包括 我們海風的問題 這個 是非常重要 啊不然我們的海狂 跟隨便說 跟簽約 你沒有辦法有行動 來保護我們的海狂 也不是不好 啊 所以第三點 啊 我們要為了生態 來保佑 我們的海狂元 啊 環境的保護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未來 這未來 是確定 我們有辦法 讓我們的驚訝 外地 公圈的 這款國家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 港塑 第四點 就是選擇 我們現在有很多 和海牛有關的選擇 啊 我們都要頂出口 他這個選擇 選擇不選擇 我們要抓魚 要去海牛 外海抓魚 外牛抓魚 近海抓魚 到底是要怎麼抓 啊抓對我們的選擇 海牛的選擇 夠好多 一體維持 通過永續的經營 我們要怎麼做 海牛到有辦法 把我們這些海牛主員 有辦法應援保留來 讓我們驚訝也吃的 就一樣的 包括一些 現在很流行的 娛樂事業 觀光事業 在我們海牛裡面 台灣都做得到 啊 要怎麼做 要怎麼賺這條錢 因為我們有辦法 我們這台人 有辦法賺這個賺錢 後台人 也是有辦法賺這個賺錢 不是我們這台人 在這裡賺錢的 後台人說 哇 都給你們一台人 用料 開料 沒有啊 這海牛的選擇 就是要用永續經營的概念 來發展這些東西 第五點就是 教育和文化 這是我們台灣 目前最多的 國民黨 中華民國這個政府 為著怕台灣人 和世界接觸 所以跟你們說 海是恐怖的 我們小孩去海邊 就要說 不要去海邊玩 會去海渡市 我們要出海 要跟你關閉很多 一個可害國家 這些人民 竟然怕海 這是不可思議的 一個世界很奇怪的現象 所以我們未來 要跟小孩交友 海 是一個 所未來的地方 你要去接觸海 你才會了解 了解海 了解海後 你把海裡 吸收到 台主人 給你一些可思 你把海 來學到 一些 台主人 給你教育的東西 這些東西 慢慢會 形成一個文化 我經常跟你說 全世界 有出 很貼客的地方 那個地方 常常有海 譬如說 海明威 他現在老人有海 到現在 大家覺得說 那本車 的內容 非常非常有價值 流下來 為什麼 因為海裡 海裡 讓他很多 欺負 對人生的感覺 對人的價值 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們台灣 四批都是海 但是 我們都因為 沒有去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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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邊算 在渡時 結果因為沒有教育 真的渡時 這麼多人 因為海流 這種的 無理的行動 無理的這個 原理 你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當然常常叫海水流去 你如果知道 你就知道怎麼收回來 現在 因為 教育沒有 所以流去怕 就叫水渡時 這就是 我們要教育 讓孩子知道 說 海水在流 不是那麼恐怖的 當時會用流 當時不可以流 流 流去那邊回來 教育 讓我們 會去 教育和海接觸 接觸之後 你就會 和海參選感情 海的文化和參選 海藝是一個 很大的主源 不能我們 可以在裡面 拿東西來用 我們也可以 在海 在這製造人 這種的 環境 讓我們很多很多 對人的 解答 認識和提升 當然第六點 所有的 我們對海藝這些 利用 要保護 這些研究 非常重要 全世界的研究裡面 有一些 特殊的環境 特殊的地方 特殊的地方 和特殊的環境 在我們台灣 對世界 有興趣的研究裡面 有兩個 是非常受到主義的 這就是黑潮 黑潮 流過我們的黨海派 那是 全球 北半球 最重要的一個洋流 這個洋流 造成我們 北半球 環境 氣候 還有 汉油主源 很大的變化 所以全世界 可以對這個黑潮 有很親熱的研究 但是那個 海派那麼大 你要研究 不是那麼簡單的 海派有很大的資金 和科學的基礎 和科學的技術 和科學的技術 就是這個研究的結果 三千萬福利 我們台灣有幾個地方 有這種 全世界特殊的 對世界的 海洋科學的研究 可以做貢獻的地方 這未來是我們的研究的重點 所以這六個 工廠 工廠 就是要來 達成 我們剛才說的 四個概念 我們現在來介紹 我們台灣的環境 台灣環境 我們住在這裡 剛才久了 你都習慣習慣 他都沒有感覺 他的改變 我們來看台灣 我們古早和現在差多少 因為他的古早的商品 我們沒辦法拿到 我們只要飛去天上 為天上看到下來 你用很風很風看台灣 台灣和古早時代 其實改變沒有說很大 但是你如果比較近來看 台灣的山已經變成這樣 尤其最近有地檔 地檔之後又落後 哇這在山上很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大家有一個概念 我們說地檔之後 不要去山邊七頭 尤其是路好過的山崩 在那次 雞人發生兩次 一次在古早光榮面上 各的山崩下 是怎麼會這樣 這不是水土保持的問題 我們利用山的方式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海呢 這是海的出海口 這是二人溪 二人溪的出海口 我們一般來說 出海口水的角落是正常的 因為在山頂 住一些營養分 住一些山 一些土 一些土 營養的東西 跟海邊 營養很好 所以海邊 叫你來說 河口的地方 會水比較樓 水比較樓 水比較樓 不是土的樓 是很多藻類在那裡的繁殖 在我們台灣 在我們台灣的河口 一般都是重要的 一個地方 養什麼 養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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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前 也要養蝦 養出一個世界 有名的蝦 叫做綠牡蠣 人家 那些蝦 都是 百度白白頭 結果 我們是百度 青青頭 這個 綠牡蠣 全世界 養出這種奇怪的牡蠣就是這裡 為什麼變成綠牡蠣 到現在發現 棠 因為明天 有很多電鍍工廠 電鍍工廠 那些廢水流流流流流流 到河口 英俊不知道 本來河口很營養的地方 養蝦很好養 都養起來 牠養起來 牠養起來 鵝不死 但是鵝變熟 牠把棠捏起來 就變成綠色 現在這是台灣 很普遍的現象 我們現在因為有高鐵 所以沒有人坐牡蠣 譬如我們如果坐牡蠣 從高雄去台北 台北回到高雄的時候 你的牡蠣都被背出 台灣海峽 背在圓牆這樣看 你如果在面前看 哇 你看你會痛苦 每一條河出來的地方 食物都不一樣 尤其越百病 越百病 出出來的水 有紅色的 有土色的 什麼食物都有 那是什麼 都是 我們利用環境 我們人的問題 我們人的問題 把環境改變 我們為了賺錢 結果 我們錢沒有賺到 生活改善 變得好 結果 門開水 環境 改變 你都沒有感覺 你完全沒有感覺 你都習慣 因為每天看 每天看 都沒有感覺 他在變化 但是裡面 看那條K 以二人C來說 在日本時代 二人C 很多屍林 在那些屍 說這條K多漂亮 越多漂亮 我們將來不看過 對不對 我們的印象中 二人C 看到現在這個形 以前 還有恐怖 整條K是紅色的 這是什麼 都是我們人做出來的 我們有這個 告分後未來 我們要利用自外的時候 我們就要注意 你感覺不改變 不是不改變 是你太遲鈍 感覺不出來 它的改變 當然 天然 這個環境 改變 也有一些影響 這天然的環境 影響 包括我們現在 發現 雨 會越來越大 這時間 就有很大的雨 台風 有時候要來 一次就來很多 我們就喝大水 有時候不來 我那年大天都要欠水 這 像這樣 林圍和天然 人家家家做一會 做成 我們台灣 本來是一個 佛摩沙 米蕾都市 現在已經 和英春不一樣了 我們來介紹 我們台灣 市民都可以 有什麼樣的 生態的環境 這個生態環境 第一 我們會看到的 就是 濕地 那種 漲潮水陰起來的 他們在這裡 這裡很穿 因為這裡 很多 浮游生物 會在這裡繁殖 所以這是一個 台灣 很重要的 人家的 養育養育 地方 第二 就是河口 我們剛才說 對海水來說 海水 有很多 很多 因為水太多了 營養育 都稀釋掉了 但是什麼地方最營養 對河和海 熟 這個地方 河會從山頂 沿路 把這些 土壤裡面 營養 一直送到海邊 所以我們的沿海 河口 兩邊 就是我們傳統 在養蝦 南部 粉養 文革 還是養蝦子的地方 另外一種 在我們的 基隆 或是當邊 比較多的 生態系統 就是岩礁 那這個 酒桃呢 這個酒桃 是我們 天然的 顧海桃的 所在 我們在生海桃 因為都是山 所以山 你就要怎麼 放肉桿 放肉桿 動動動動動動 山下不叫老條 山老條 我們就是土地沒有 土地的民族 就減少 在這種 岩礁生態系統 是一個天然的 提防 這裡 都不用放肉桿 它阻擋 我們的海桃 都顧得住 看過的地方 你看面上 這些都是藻類 藻類 這些藻類 也是一些 重要生物的 事物的來源 在我們當邊 這在全世界來說 很少有這種地方 因為我們當邊 出來 沒多遠 就很深 就是太平油 在太平油面上 很多 海油的大型的 海蜜油的生物 像金 或是說 海豚 這在外國 如果要去看 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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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台灣不用 我有一次在波士頓 去參觀 紐英格蘭 Aquarium 那是一個水族館 要在港口旁邊 要他毛巡 如果要買問票 買到那裡 就用坐巡去看金魚 我戳多久 我戳多久 戳多久 戳多久 我還記得一次 一次 那一次去 一個外國人 到那裡 頭上都 抓不起來 頭上來來來 他女朋友說 你看那邊有金魚 你不要叫我 頭上去 沒辦法 行到那裡 就沒辦法抓頭去看金魚 我們台灣不用 我們台灣有所謂 有華人家裡 沒多遠 你就有辦法看到 你如果時間點找到 你就看到金魚 看到海豚 另外一點 一個生態系統 這是我的學校的 科學的專有名詞 裡面有一個 叫做溫泉生態系 我是把學校 比較通俗性 溫泉生態系 就是說 有溫泉的地方 全世界 海底有溫泉 會構成一個生態系統 一般都是四五公圈 四五公圈 海底 在頭上找不到 在頭上找不到 在頭上找不到的 所在基本上 沒有生物 因為我們全世界 生物科 生物科學的概念 就是說 生物有辦法挖 是因為有太陽 由太陽 讓那些碟 有辦法的光合作用 它有生產 使物出來 讓這些生物 來吃 在海底四五公圈 要摸摸摸 沒有光線 這照理來說 沒有生物 有辦法直接換 但是這裡你看 這紅的 這有些 小行的東西 直接換 四五公圈 這個地方 但是 這個溫泉出水到 這附近 有生物 再放一點點 就沒有了 那這裡是怎樣 成為 那後來 課後跟小孩說 這是很特殊的 這是 我們提供民眾 為它 沒有利用 太陽 來做 靈靈的來源 它靠這 溫泉 裡面的 硫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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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做事物 細菌來做生產者 那台灣有這個嗎 台灣沒有 我們台灣四五公圈 四五千公圈以下 沒有這種東西 但我們台灣有這個 骨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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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基隆磅海 啊這裡 白白的地方 就是會有溫泉的出水口 啊這溫泉 不是說 像力度 大家來泡溫泉 這溫泉不會泡溫泉 這溫泉出來 超過生 啊這裡的地方 最輕 只有二十公圈 日頭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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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來說 這也很難生存 喔 因為你下去那個環境 像這就是一個溫泉水口 這是我們朋友 鄭明修教授 他去做這個 做到艱苦多寒 但是後來 成果很好 它是我們台灣 可能是唯一 目前 發表 生物 有關的研究 在世界第一流的期間 發表出來 讓全世界知道 台灣有這麼年 特殊的 生物的環境 這個生物的 這個生存的 機制 它生存的方式 是全球 獨一無二的 一個很特殊的 環境 有很特殊的生物 在這裏 用很特殊的 方式在這裏 這裏的研究 他告訴 水到這裡 超過一百度 這呢 因為 裡面有流氧 流氧噴出來的水 變成什麼 流氧噴到水 變成流氧 變成流氧 所以這生存 這生存 這生存和 草草不一樣 在附近這 所以他說 他做研究 很辛苦 你看他的臉 都在海水裡面 他說那是 咬到有夠痛 但是為了這 要做研究 他這樣摸到 生命危險 但是 現在成功很好 這裏呢 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外的東西 就是奇怪 有這 這沒有毛 所以你不能叫毛蝦 這不是有毛的 這款 芝麻 這叫螃蟹 這款螃蟹很奇怪 你在菜單看螃蟹 他的腳 這膠 大隻腳 都什麼 咬到 大家 你去菜單看 大家 腳也咬到 為什麼 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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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 咬到 咬到 作出 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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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老虎钱,他这样是白,不是咖刀尖来的 这是白,那是什么白? 那这个生物怎么会发电用白做他的大吉卡 这很奇怪,这种生物的现象 结果,他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哎哟,有当时的流洗 有当时的流洗,流白白洗 把那洗手带来看,那不是洗 那白白的东西是一只一只,小吃的海银油的浮游生物 那如果去菜家买过青的乌辣布,乌辣不? 青的乌辣,透明的,对吧? 那煮食才会变成白的乌辣嘛,对吧? 那就是纯这样,因为透明的在海底根本看不到 都透明的,所以更小吃 所以更小看,你根本没看那些东西 但煮食后,这温床噴出来,烧汤汤,生硬油 那些浮游生物,摄这些鱼,摄这些鱼 摄这些鱼,全部煮食落来 好,所以呢,他定时开饭 而且还吃饭 这不是吃青的,他都吃饭 所以当时吃饭,这温床,他不是一直噴 有当时噴出来,有时间点噴出来 噴出来就是开饭了 开饭的时候,他就说,噢,漏小了,漏小了 所以全世界,不要发现,有这种很奇怪,很粗糙的生物的现象 他靠这个温床,去替他煮食,又吃饭了 讚,你看,所以他有需要烧帕吗? 不需要嘛,那大家鱼肉准备好 就像我们要吃鱼肉,吃饭,鱼肉准备好,还去鱼 就现时看,要吃小鱼,小鱼,小鱼,在这里都有 所以在这里,变成另外一种,很好摊吃的地方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目的,因为这里很爽的 所以在这里发展,这种是全世界唯一的,我们台湾到有的,现在 这是我们朋友节,汉洋大学,我那些,抬汉洋大学,铿体的,何教授,给我的商品 他叫我拿这张商品,所以说的时候,他特别跟我告诉大家,你要跟大家说 因为,网路上这张商品,都跟他说,这些是煮不死的,现在 他说,拜托,你跟大家说,这是煮不死,因为,有人说,在温泉旁边,就是在煮温泉蛋 温泉蛋煮,煮煮的就熟了,这还在那边,表情煮不死,拜托,大家,这些是煮不死的 这就是,我们台湾很特殊的地方,让我们感觉很骄傲的地方 我们台湾有这么多猪蜜的,生物的故事,都说给全世界大家说 哦,原来,生物的地方有这么多猪蜜的事情 所以,这个电工商,他把这些研究的结果,把这个故事,说给全世界的知识 发表是全世界最好的记者,我们台湾的研究生物,他可能是第一个 啊,再来,叫做珊瑚生态系统 啊,珊瑚的生态系统,这是我的研究的专重 啊,这珊瑚礁呢,全世界的民族很小,但是,它的生物的种类很大,很大 有十万几种,还有八百到九百万种,不知道啊,当然这是一个枸杞,因为你不知道嘛 啊,这个枸杞是用推测的,有像八百九万种,不知道啊,啊,是什么不知道啊 不是我们目的去了解,是看不下去,算不下去 我是2007年的时候,去历堡做一个研究 这个研究,第一次看到,有人生这种的啦 那时候,珊瑚礁,这就是珊瑚啦,一支一支就是珊瑚 啊,你看的,本来是,一般是褐色的,还是有吉他的菜色的 但是,历堡的珊瑚,那时候有三分之一 面中都蓋一张黑幕,黑黑的东西,垃圾垃圾 我们本来说,啊,那可能死去,卡什么垃圾的东西,黑黑 啊,还有,更近去看,那黑黑的东西是外的,那是一种海绵 那海绵的角度超了,0.1公分啦,啊,黑黑啦,啊,你如果不够抹起来 在神秘症会看,你根本就不知道是生物 啊,所以,是哪里说,有八九百万就不知道啊 是因为,我们慢慢慢慢发现,有用这个发现的速度来看 其实,这样,它刺下去,还有很多种,很多种,我们不知道啊 在地区,我们有受到它的影响,去去研究,就知道,哦,原来,海绵 有生在这形的啦 那那个海绵,我看我们去研究的时候,全世界跟我们两篇报告 去讲这个,而且没上评 啊,各位,这个珊瑚礁的生态系统,对我们台湾来说, 我们因为在热带,跟亚热带中,啊,在台湾,可以说是世界珊瑚分布的,北平的临界点 啊,珊瑚礁生态有什么重要性? 我们大家都知道,热带雨林,重要,对吧? 热带雨林,我们说是我们地区的虚 我们地区的药氧化碳,就是靠热带雨林,这么多的锯子,把药氧化碳放下来 那因为珊瑚礁,就是海里面的热带雨林 啊,你要看,这一只一只,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你看,一只一只特殊的地方是什么?这只鱼啊,小这只鱼啊,小这只鱼啊,小这只鱼就在里面 啊,大这只鱼要吃,会像平地去尖到这个,吃都没得到 珊瑚礁里面,很多这种的地形,天然的生物,形成的地形 让这些鱼啊,生物在这里生团,很方便 啊,还有人欣赏,把那个火鸡喔,你生两个人,还听到,你知道火鸡 它又是头竹类,头,头前有鞋嘛 它是,要软,生出来甚至,会吹,生出来 生出来后,它的鞋就在头前,软,把它放好,洗好,散好,一只一只,散在里面 所以,那个火鸡,当它生出来,小这火鸡,都在里面熟熟熟 但是,让它有较多,烧得更快,把它拣出来 所以,珊瑚礁,是怎样,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种生物,有这么多生存 它有很多条件 啊,这个生物呢,你要看,有这么多种,不一样的食 种类很多,所以你要去水族馆参观的时候,你要看,漂亮的鱼去台看 去水族馆里面,珊瑚礁区,你看海洋博物馆,你在海洋博物馆去参观的时候 你看,哦,海洋博物馆很漂亮很漂亮,最漂亮的就是珊瑚王国馆 其他的鱼,不是白金色的,就是黑黑,就是那两色而已 但是,珊瑚礁的鱼,有很多种,有很多种的食 啊,这年来丰富,哪准彩色,图画,这种的环境 我们还有那个本质,吸引我们这里来看嘛,不然大家看的 这些鱼,都是我们三百鱼,这样有什么好看,都一色 哦,这很多色,还有很多种不同的东西,在这里 看起来,感觉,人有隔壁来这里参观 啊,但是啊,我们台湾,其实和世界一样,有四个危机 四个危机,就是说,我们的鱼狼太多,我们的汽地破坏,我们的黑暗很严重 啊,这全部,都和气候变迁有关系 吼,吼,气候变迁有关系 我们,因为时间,让我说得更快,哦 我们鱼狼太多,就是因为,我们的鱼狼的方法,比英尊更进步 英尊都看着眼睛,靠近一点,靠鱼探机 所以,鱼狼在多,多大钉,多青,没有一个走起来 啊,现在,用这种大钉,我说,鱼狼整个空起来,没有一个走起来 所以,你们修起来,靠靠靠靠 啊,这是,啊,过去,1950年到2052年,我们一专,啊,鱼狼的鱼来比较 它的结果,就是说,我们发现,过去的鱼都会鱼狼大,现在鱼狼小 过去都鱼狼,现在鱼狼,那个种类越来越少 所以,有一个概念,我们现在要来,开始建立起来,就是说 我们来说,北极熊是野生动物,狮子老虎是野生动物 啊,我们譬如说,中途要吃饭,我们怕说,诶,先生,我们来厚山拍两只鱼 来中途来吃菜,买嘛,鱼,山鱼是野生动物 啊,所以,我们对山鱼,对这个野生动物的概念,不是要来吃的 啊,我们的食物,我们一断,一断吃三断,这个食物,含这个野生动物 你不会把它鱼做会,说,哦,我们今天会来打一个鱼狼来吃 那已经不是那种的时代了,所以,我们要把鱼,我们汉油里的鱼类 要把动作野生动物的那种灌鱼,来对台,比较像刚刚刚那样 那样的鱼了了,所以,这种灌鱼的时候,我们台湾有很多改变 譬如说,大白鱼,电影里面会吃人 在资源环境里面,大白鱼是没去无缘,没去吃人的 这是,那时候是状怀,是宜蘭头尘那 在这些大白鱼,尊重说,他做公道 把这个鱼狼的鱼拿起来 那是因为鱼得到,你找一个照片,说,我不鱼得鱼狼 你全世界,大白鱼狼狼的鱼 好,那照片,你可能用十个手经头算出来 这是我们当港的黑尾鱼 其实黑尾鱼鱼了三年,黑尾鱼就鱼到超一千只以来 显示都一万只以上 像这,科学家已经算出来,我们还要继续鱼 两千凶四十八年,就没有鱼能吃 还有,漆涕的破坏,其实这就比较明显 因为,很多空间,我们为了生存的环境 很多空间,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现在的生态和环境 譬如说,这个美丽湾的事件 但是,这已经白疏了,就是被我们贏了 我经常说,这个环瓶的委员,我名字都放在我的电脑里面 这个告诉我们接触后,这个环瓶委员,竟然会为了良心 去通过,这个美丽湾是合法的 我绝对会出现 这就是藻礁 这藻礁是合法的,结果它用,藻礁被蓋起来 蓋起来后,藻礁是天然的礁石 就是,藻礁吸了,对一部来说,它就变孔气 就变孔气,没看到 但是,它里面有碳酸块,所以它吸了,它变成酒头,变成骨头 一层一层一层,它就越来越高 这是我们天然的海花 在全世界有这种外的礁石 很少很少 我们是整片的,可以把它蓋起来 蓋起来就死了,死了就没可能再挖起来 这也我们很常常有了解这个环境的改变 所以,时间到了 最后讲一个,我们带到海底的东西 接下来到你的家里 这是两个全世界地球民党 很有名的,两个海里的垃圾场 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带到海底的东西 没没去,海虽然很大 但是,我们带到海底的东西 接下来到一个方式,走到我们的家里 所以,我们对海英雄的利用必须要有尽一步的了解 不能把海的动作一个本色顶来使用 不好意思,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法跟后边的那些说完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